大家好,我是小慧 听说我是抬柱子 我工作之前大家总跟我说 工作了,你就是个office lady了 你会穿精致的高跟鞋,小裙子,什么职业装 我可能是被骗了 我现在在广州一个工厂的车间里面工作 什么office lady 我就是个factory girl 我每天上班穿的是什么 工作服,防砸鞋,安全帽 当然不是这种工服 这种粉了巴唧的太娘了 我那个工作服我这么说吧 跟我老爷60年前在车间穿的那件一模一样 有一次我就穿着工作服去挤地铁 那天地铁里面人挺多的 但是大家给我让了一个位置出来 就这个位置里除了我 还有一个农民工大哥和一个保洁阿姨 你们记不记得老板50块人民币长什么样子 我们三个站在那里 牧师前方眼神坚定 你就感觉我们头上还顶着两行字 一行是劳动最光荣 一行是还我血汗钱 然后我们车间就我一个女生 俗话说得好 一个人缺什么就喜欢炫耀什么 我们车间特别喜欢炫耀我 有一次年会 非要让我代表车间去表演一个舞蹈 熟于舞 就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没有人问过我的意见 后来我想通了 大家就是想通过这个舞蹈 让我告诉别人 女生在车间是没有话语权的 然后我们车间前段时间还打算拍一个纪录片嘛 然后那天领导特别兴奋地通知我 小灰 恭喜你 结果层层筛选 拿到了我们车间女一号的角色 但是那个导演对我又不是很满意 就跟我说 能不能让其他女生都过来啊 大家都试一试 其他女生 这四个字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羞辱 我来车间这么长时间 从来没有人提过这么过分的要求 我当时我就生气了 我说这个片子你能拍就拍 不能拍我们可以换人 不要因为你个人的喜好影响我们车间的进度 我给你一晚上时间考虑 你要是真想当这个导演 你晚上来我们车间 我给你讲讲戏 女生少还是有好处的 就是我上厕所从来不用排队 我一个人就有三个坑 我感觉我在里面就是精装修一下 安个沙发电视什么的 根本就不会有人发现 我也没想到我一毕业就能在广州这种一线城市 拥有属于自己的20平固定资产 我们车间还打算跟隔壁车间搞一个拔河比赛 但我们这个拔河比赛有一个规则很别致 他说每个队伍里都要有一个女生 你一听就很针对我 我感觉我来之前 我们车间是没有资格参加这场比赛的 而那个画面你想象一下 我到时候如果站在队伍的最前面 跟对面的女生就这么看着 你感觉都不是来拔河的 是来约群架的 后面跟着我们十几个兄弟 到时候裁判一吹哨 他们在后面拔河 我们两个在前面抛头发 我那天想到这的时候我就很兴奋 我觉得一旦我赢了这场比赛 他那20平的厕所也是我的 然后运动会真的很麻烦 就我的男同事都是十几个人 竞争一个出现名额 我一个人参加所有的女子项目 什么跳远跳高50米100米 每年运动会给我累的呀 我倒不是说这些项目有多累 我就是觉得敢通告真的很累 然后每年我领导还要问我 哎呀小慧 今年四成一百接力跑 要不要试一试啊 我就想不通了 那和我上午参加的一成四百折返跑 有什么区别呢 工作以后我还发现一件事情啊 就是影视作品对女工人这个职业非常不友好 就女学生啊女白领啊拍的都是什么青春爱情剧啊 职场励志剧 女工人 你们跟着我想啊 拍的是不是父母重男轻女 自己辍学打工 嫁给一个车间的技术员 不是丧偶就是被绿 最后没有办法一个人带着孩子 辛辛苦苦成为了一代成功的乡镇女企业家 每次一提到女学生女白领 你就觉得要么青春 要么专业干练 女工人 你就觉得能干 但是命苦 为什么没有编剧愿意给我们这个群体 写一些甜甜的爱情故事呢 我也不想每天跟我的工友们挤班车 我也希望能有一个高大帅气的车间主任 开着一辆拉风的敞篷插车 把我送到车间门口 然后单手就靠在那个方向盘上 告诉全车间的人 我的插车只有小慧能坐 我下车以后呢 他就会用插车的那个插 给我来一个爱的壁动 还要说一句浪漫的台词 小慧 开开心心上班来 平平安安回家去 上班嘛 到车间里面以后 他会温柔地给我系好安全帽 然后特别霸道地跟我说一句 我的女人不允许受伤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